昨日路透社突然爆出一条来自白宫的内部消息称 美国国务院居然正在考虑是否全面撤回目前拍往中国的外交官及其家人们 原因很简单 因为美国政府无法阻止中国方面对他们实施造成了严重干扰的疫情控制措施 这一消息是否会对刚刚恢复些许的赴美签证业务带来灭顶之灾 同时已然脆弱的中美关系是否也会因此再胜借地呢 根据两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 随着中国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不到两周的时间里 加紧制定新冠疫情防控方案 美国大使馆周一向华盛顿发出了正式撤离的请求 由于该问题的敏感性 这些消息人士要求匿名 他们补充说美国政府一直不愿或无法保护美国官员免受中国严格的隔离措施的影响 一些大使馆工作人员对此感到不安 这些规定包括可能被迫到新冠发热门诊纠诊 和与自己的孩子分开 目前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对媒体强调 目前所有驻华使领馆的运营状态并没有改变 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表示 此类性质的运营状态发生任何改变 都将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同事及其家人的健康安全和保障 也就是说按照现如今的中国的防疫政策 驻华大使馆很有可能随时停运人员撤离 这位知情人士还透露 美国大使馆先前进行过一项内部调查显示 多达25%的工作人员和家人会选择尽快离开中国 据悉不少人担心在奥运期间 由于北京新出台的防疫政策 无法在感冒时自行购买药物 如需要一些常见药物必须进入本地医院就诊 导致他们深感不安 该知情人士说 对外交官居家隔离应该是基本要求 到中国的发染门诊和医院就医应该是自愿的 他还说 美国政府本应该对这些要求实施报复性的措施 但没有这样做 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在疫情期间 使领馆领导层 未能从中国获得有关美国外交官待遇的适当保证 目前中国方面对此还未做出任何的回应 中国即将迎来农历新年 同时冬奥会也日渐临近 所以防疫措施可以说是强度拉满 就以美国驻华宗领馆所在地北京为例 目前全市已进入冬奥时刻 在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等 进京返京政策的基础之上 自2022年1月22日 零时起至3月底 进返京人员在抵京后72小时内 还需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其他省市的防疫政策 也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尤其是一旦有新冠确诊病例 可以说是确诊病患所在的区乃至整个市 都会进入大面积的隔离 与多次的核酸检测筛查程序 所以这样的防疫政策 或许是这些驻华的美国人 无法接受与理解的 自然也就会出现纷纷要求撤离的请愿 比如据爆料 当地时间本周二开始 北京丰台区开始为全区 大约200万居民进行第二轮核酸检测 这也是美国国务院开始认真考虑 这次撤出驻华使励馆工作人员计划的导火索之一 不过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美国政府 从中国撤离工作人员了 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 美国国务院就从中国撤离了 约1300名美国外交官和家人 为此两国政府在官员检测和隔离程序方面 陷入了数月的僵局 中国要求外国驻华使节 遵守入境时的隔离和检疫等防疫规定 但部分驻华使节并不愿意进入 政府指定的隔离酒店 所谓无风不起了 既然美国国务院放出风来 那大概率此次撤退行动最终将会实施 如果这一情况发生 很可能会再次影响近期赴美人员的签证申请 现如今美国方面还没有给出相应的政策解读 不过根据去年那次撤退后 美国国务院下发的通知 持有效美国签证或签证失效不超过12月的申请人 可能符合缅面谈带船递资格一进行续签 该限期12个月临时延长到了48个月 至于这次会不会继续执行 我们也不得而知 同时哪类签证会受到影响 我们也需要继续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最近中美航班基本已经全军覆没 到现如今美国驻华工作人员或许还会集体撤退 中美间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真是越来越遥遥无期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